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冷了 不好笑 哈利波特与死亡盛气 第上一部已经放了俩礼拜了 我们频道那些不想长大的编导 摄像 后期主持人 迫不及待 前两天就去看了 所以我还是没看到结局 给我赌对话 我上一部我就没看到结局 结果这一集你们还分了个上下两小一 这充分说明了电影公司和哈利波特迷们 对这个系列的意义不舍 不过人电影公司的不舍 是因为这个系列是漂房的保证 上一部就有钱赚的 而哈利波特迷们的不舍 感情就很复杂 哈利波特从2001年搬上荧幕 到现在是整整快十年了 十年之前你不能是我 我起高了 你想想看 人的一生当中有几个十年 十年间你换了几个对象 哈利波特比对象都忠诚 没办法 所以这个系列走到了今天 最让人感慨的不是什么魔法 而是回忆 有的人说哈利波特系列 其实就是讲了一个叫哈利波特的小孩 有事没事就去找伏地摩的麻烦 一拍拍十年 拍着拍着就拍成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我们看到在哈利波特戏里面 哈利波特从冲动少年变得越来越成熟稳重 贺敏呢 也从那个好争辩 得意洋洋的女孩 变得更加低调智慧 还有性感 容恩再也不是不自信的那傻小子 而变成了个忠诚的英勇的斗士 有的人啊 第一次看哈利波特的时候还在小学 现在大学都快毕业了 有的人第一次看哈利波特的时候 是父母领着去看的 现在都跟着老公一起去看的 有的人第一次看哈利波特的时候 连女朋友都没有 现在的他还是没有 他就是陈小敏 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王大福先生曾经说过 一千个人的视频中 有一千个哈利波特 每个人都会在哈利的身上 找到自己的时间烙印 我们普通人 我们整天面对的啊 资源稀缺 竞争激烈 不顺心的生活 官二代 富二代的威胁 往往很希望自己拥有像哈利波特一样的魔法 哪怕我脑门上也多个疤呢也行 但其实哈利波特跟我们也一样 注定是要跟福帝们斗争到底 别无选择 哈利波特 现在已经到了 完结篇了 我们也是时候该整的 破车号这句话特别对陈小敏说的 连有女朋友不代表你未成年 坐地铁你不能老仗着个人你不给钱 平田的世界 我叫平田真悲剧平南 我有些与众不同 我已经察觉到了 我查觉到自己其实是个漫画里那个人物 这次元还真是个不毛之地啊 连根毛都没有 话说回来 我到底是个谁啊 干点啥好呢 既然是漫画 首先还得有个素敌之类的登场 我来个去 这货不是素敌 这货不是素敌 找到你了 我的素敌 平田君 果然是素敌 我去 头顶内祸 喂 你这造型略显犀利了吧 还有 你这萌系发型 等等话说回来 你到底是我的什么素敌啊 不管你承不承认 我是你真悲剧平南的情敌 情敌 就凭你这货 我一定会从你手上把叶子夺走的 叶子 我还有个名叫叶子的恋人吗 好吧 我一定不会让这淡层的家伙夺走叶子 是叶子的 我那个去 这货不是叶子 这货不是叶子 喂 天天君 这里扮着是一样的东西 说话了 不妙啊 马上认识我 这货是叶子啊 这次 我说给你的恋人 叶子 他真是叶子啊 我去 走出事啊 不再 不过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的话 看起来似乎也变得有点可爱了 与其说她是叶子 倒不如说她是爷们儿 然后混上 请在赶吗 我的恋人